我覺得最近是這樣 因為日經做了一個這個報導 他是深度報導 然後討論台灣的狀況 日經做報導說 他裡面下一個很手動的標題 說有九成的台灣的軍官退役後 前往中國出賣情報 哇這件事情在整個台灣炸鍋了吧 這次當然大家都不能接受 就是說這個總統府當然不能接受 國防部不能接受 馮世光不能接受 國民黨不能接受 民進黨不能接受 大家就開始針對日經說 哪有九成啊等等等等之類的 就引起軒然大波 但我覺得這些事情 這個新聞在台灣立場 我們當然要捍衛我們自己 國軍的尊嚴 我說絕對沒有九成 這真的一定要講 可是問題是 其實我看這新聞 我看更深的 那沒有九成有幾成 那一成還是兩成三成 或是說一個還兩個還三個 或是說站在此時此刻 你對於國軍可以出賣情報的龍忍 是零龍忍還是一個兩個三個 還是一成兩成三成事實產 還是九成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嘛 對不對 大家聚焦在沒有九成 你亂講 你污衊我等等的 那問題一成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一成也不能接受啊 我一個都不能接受 我把整件事情講清楚 因為日經這件事情是這樣 他去訪問了一個退役的軍官 這個退役軍官在北京開飯店 他說為了在開飯店 這個開飯店過程中 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 他沒有講清楚 或許是消防安全啊 或許是說中南海官員會去那邊吃飯啊 或許是晚上會招待你啊 或許是睡比較便宜啊 或許是你在取得飯店成本 你講快一點 睡的比較便宜啊 睡 睡 繳睡 你講快一點 講清楚一點嘛 我跟你講 剛剛在笑的時候 我一定是易福哥先笑的 哈哈哈哈 因為在中南海 如果是睡是不用錢 如果他要對你特殊招待的話 但我意思是請是 對他而言 他就說這東西 真的是忍不住誘惑啦 然後他就受訪說 啊這真的是太多 文攻武嚇啊 這種利誘啊 威脅太多了 然後他說有九成軍官都這樣 好我一個個來講 因為故事寫成這樣他的 我相信日經一定有 訪問到這個人 所以一定有這樣這些事情 那是不是九成 我覺得大家在質疑嗎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我們如果談的是 建立情報的上下線關係 我認為沒有九成 上下線關係 那是定期回報 而且我要給你錢 而且我是有列管的等等 好我認為沒有九成 可是我有特別問過 俞美成或是 包含我認識退伍的軍人 我問你們同期或是你認識的朋友 退役之後去以各種形式去中國交流的 有沒有八成到九成 那一定有 他們說真的 他們問過一桌 幾乎每個人都去過 交流的過程中 我問喔 酒憨耳樂的過程中 有沒有不小心就聊起軍中往事 當年我在怎樣怎樣的時候 又怎樣怎樣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嘛 我們可以想像的嘛 那聊起軍中往事或許在我們國家情報的地域都不算間諜 可是我保證當你聊起軍中往事那一刻 老共筆就拿出來看起 他就是這一圈最後要寫的集安報告 就是某某少將某某上校回憶起當年駐紮在哪裡的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這就叫做 這就是日經講的喔 出賣情報的概念 他不是真的只有建立上下線 嗯 而是我們要嚴重 我們要嚴格的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對於我們在此時此刻我們對於我們的退休的軍官或事官 附中交流 那個旋轉門的年限要不要拉長 或是對於旋轉門這件事要不要更嚴肅以待 嗯 我不可能要求你附中交流過程中 大家吃完晚餐續攤 然後久憨而樂說 欸當時當兵的怎樣這樣 我不得講不可能發生事情 你不要假 我也去過交流 他們一定會套話 這是一塊嘛對不對 第二件事 好大家聚焦在沒有九成就回過團 那到底幾成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耶 甚至有包含什麼 陸軍上校 拿著投降書 穿著軍服 說我未來一定會投降 然後呢他是建立情報上下屬的關係 定期繳交情報給中國 然後呢他還每個月從中國這邊打到錢 最後判刑 判什麼 大家觀眾朋友嚇死了 判貪污罪 判四年 不然兩年多就出來 不是叛國罪 一個中華民國軍官穿著軍服 拿著投降投一書 旁邊做佔老共的見諜 兩個人一起拍照 然後上面寫說如果打來我一定投降等等的 然後拿了錢交付了情報 定期就判四年 叫做貪污罪 我們法律出了問題了嘛 我們法律對我們 我們法律跟人民的情感的期待 跟我們法律跟實務上需求出了問題了嘛 這件事要不要修法 所以我覺得我當然可以理解 站在國防部的立場 站在總統府的立場 都應該去保護我們的國軍 可是如果你認為在交流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資質片語的情報被洩漏出去 那這九成數據你就要好去思考 可是正好 請問你有沒有聽到吳思懷將軍講的 吳思懷將軍就直接問 包括他在立法院 因為他現在在外交國防委員會嘛 他包括問那個列席的將軍長說 你們是共諜嗎 我是共諜嗎 我們大家是共諜嗎 我們不可能會是共諜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污衊所有人 大家 吳思懷是過程當中 他比較具有指標性 是因為他曾經出席過 對啊 習近平要講話啦 什麼他們坐在下面 這件事情大家都討論過嘛 那如果這樣 照你剛剛那樣講 這算交流的一環 那交流的過程是不是有可能 因此聊了一些 酒寒爾熱聊了一些 就算他們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對方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情報 可是吳思懷來講 他就跟你講說 你說好 所以你在點名說 我們也算是廣義的 所謂在出賣情報嗎 我沒有啊 你幹嘛叫污衊我 所以嘛 我們大家拉標 剛剛又拉成績好了嘛 吳思懷是成績最爛的嘛 他叫低標嘛 吳思懷不是共諜 大家都都不是共諜了嘛 對不對 你吳思懷在那邊操打什麼 我是懶得舉例你 他這個東西 那已經不是共諜 比共諜更慘了好不好 他站在人民大會上 替習近平講話 唱歌那什麼德性啊 那能看嗎 我覺得 我已經不想講吳思懷是共諜 你懂我意思嗎 他光是在中國節目 講解放軍要怎麼登陸 國軍的佈置 牢牢講功 活的時候就已經槍斃他八遍了 他有臉跟我講說我是黃埔 然後我不是共諜 我坦白說只是在法律上 沒有辦法定義你是共諜嘛 對不對 在我心中就是共諜啊 怎麼樣 我心中你就是共諜 為什麼 因為你是手握台灣最大機密 陸軍副司令 然後你去人家上了人家節目 講台灣的佈置 所以我覺得大家重新去思考 你去執著在九層OK 大家為這個九層去辯護我都OK 可是問題是 我就問一件事 你能不能接受退將去九汗耳樂的時候 談過去軍中的過往嗎 如果不能的話 真是要限制嘛 你能不能接受現役的軍人 穿著軍服拿著投降 我講同意書判四年嘛 如果都不能接受的話 與其至真俱拙在這九層 我講不要講九層一層我都不能接受 半層我都不能接受 一個我都不能接受 更遑論 日本為什麼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未來要跟台灣並肩作戰 因為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對 我今天美國跟日本 要跟你台灣並肩作戰的時候 我如果我的同盟的盟軍 不要講九層一層或一趴是老共的人 我都受不了嗎 我怎麼可能 所以反過頭來說 日本智慧隊 美國軍官可以去中國酒汗耳樂嗎 對不對 如果不能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比照辦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執著 這九層或什麼一層都不行 而且我們現在法律其實是有問題的